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现在在哪个朝代 现在我们还在五代十国 在一个混乱的时期 结束五代十国的呀 就是宋朝 你们应该对宋朝比较熟悉 对吧 我们已经学了几个宋朝的诗人的诗词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周世宗赤逢道 辽兵撤出开封的时候 后进大将刘志远在太原成帝 率领大军南下 一路上军纪严明 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 各地辽将听到风声慌忙逃走 刘志远很快收复了洛阳汴京 这年六月刘志远定都汴京 改国号为汉 这就是后汉高祖 刘志远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就死去 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成佑即位以后 后汉内部发生动乱 汉隐帝先手下将领的权力太大 秘密派人到叶城 到叶都杀害大将郭威 激起郭威发动兵变 公元950年 郭威推翻了后汉 将被将士拥戴为皇帝 第二年 郭威在汴京即位 国号周就是后周太祖 周太祖出身贫苦 懂得民间的疾苦 也读过一点书 注意重用人才 改革政治 在他的治理下 五代时期的混沌局面开始好转 后周建国的时候 刘志远的弟弟刘崇 不服后周的统治 占据太原 成为一个割据政权 历史上称为北汉 也是十国之一 刘崇为了跟后周对抗 投靠了辽朝 拜辽主为书皇帝 自称职皇帝 多次在辽兵帮助下 进犯周朝 都被周太祖打败 公元954年 周太祖死去 他没有儿子 柴皇后有个侄儿 柴荣 从小聪明能干 练得一身五义 周太祖把他收作自己的儿子 到周太祖一死 柴荣继承了皇位 这就是周世宗 周世宗新即位 北汉国主刘崇认为 周朝局势不稳 近战中原的时机到来 就集中三万人马 又请求辽主派出一万骑兵 向陆周进攻 消息传到汴京 周世宗立刻召集大臣商量 他提出要亲自带兵抵抗 大臣们说 陛下刚刚即位 人心容易动摇 不宜亲自出征 还是派个将军去吧 周世宗说 刘崇趁我刚遭到丧事 又欺负我年纪轻 心即位 想吞并中原 这次他亲自来 我不能不自己去对付他 大臣们看周世宗的态度挺坚决 就不作声了 只有一个老臣站出来反对 他就是太师冯道 冯道从后唐明宗起 那时候就当了宰相 以后换了四个朝代 他在每个朝代的主子面前 都能随机应变 讨得新主子的欢心 辽兵占领汴京的时候 他主动朝见辽主 一些新王朝的皇帝 也乐得利用他 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宰相 太师 太父等重要的职位 这一回 冯道看周世宗年轻 就以老资格的身份 来劝阻周世宗亲自带兵出征 周世宗对冯道说 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 都是自己带兵 我怎么能苟且偷安呢 冯道冷冷的笑了一声说 陛下能够比得上唐太宗吗 周世宗看出冯道瞧不起他 激动的说 我们有强大的兵力 要消灭流虫 还不像大山压鸡蛋一样容易 冯道说 不知道陛下能像一座山吗 周世宗拼了十分的气愤 一甩袖子就起身离开朝堂 后来别的大臣也出来支持他 周世宗就把亲征的事情决定下来 为了这件事 周世宗对冯道十分不满 不久派他去管修造周太祖坟墓的事 冯道碰了钉子后 闷闷不乐的死去 周世宗率领大军到了高平 跟北汉兵碰上了 双方摆开了阵势 北汉刘虫看到周军人少 骄傲起来 说早知道这样 我何必借气丹兵呢 这一次我不但要打败周军 还要让气丹看看我的厉害呢 刘虫指挥着北汉军猛攻周军 周军右军的将领顶不住 带领骑兵败了下来 步兵也纷纷投降 眼看情况十分危急 周世宗亲自上阵 冒着乱箭督战 他的两名将领赵矿印和张永德 各带领两千亲兵冲进敌阵 周军兵士看到周世宗沉着应战 也奋勇冲杀 一个顶上一百个 争先恐后的冲向敌阵 被汉兵就像山崩一样的败了下来 后面的辽军看到北汉军失败 不敢跟周军交锋 悄悄地把兵撤走 北汉流崇节节败退 前有追军 后无救兵 最后只剩下一百多骑兵 挡辈不堪地逃回晋阳 经过高平大战 周世宗的声望大大提高 他回到汴京后着手整顿军队 减轻百姓负担准备统一中国的战争 过了两年 他亲自征讨南唐 也是十国之一 攻下了长江以北十四个州 接着他又下令北伐 带领水陆两路进军 收复北方大片湿地 可惜正当他要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的时候 却病倒了 公元九五九年 周世宗即位六年以后死去 由年才七岁的儿子 柴世逊接替皇位 就是周公帝 黄桃家神 周公帝即位的时候 年纪太小 由宰相范志和王普府政 后周的政局不稳 京城里人心浮动 谣言纷纷 说赵矿印快要夺取皇位了 赵矿印本来是周世宗手下得力的大将 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 立下不少战功 周世宗在世的时候 十分信任赵矿印 派他做进军统帅 官名叫做殿前都检点 进军是后周一支最精锐的部队 世宗一死 军权落在了赵矿印的手里 五代时期 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多得很 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测 也是不足为奇的 公元960年春节 后周朝廷正在举行朝建大礼的时候 忽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 说北汉国主和辽联合 诸宾攻打后周的边境 大臣们荒作一团 后来由范智王普作主派赵矿印带兵抵抗 赵矿印接到出兵的命令 立刻调兵遣将 过来两天就带了大军从汴京出发 跟随他的还有他的弟弟赵矿印和亲信谋士赵普 当天晚上大军到了离开京城二十里的陈侨义 赵矿印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 兵士们倒头就呼呼睡着了 一些将领却聚集在一起悄悄商量 有人说 现在皇上年纪那么小 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 将来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 倒不如现在就拥护赵矿典做皇帝吧 大伙听了都赞成这个意见 就推一名官员把这个意见 先告诉赵矿印和赵普 那个官员到赵矿印那里还没有把话说完 将领文已经闯了进来 亮着明晃晃的刀嚷着说 我们已经商量定了 非请矿典即位不可 赵矿印和赵普听了暗暗高兴 一面叮嘱大家一定要安定军心 不要造成混乱 一面赶快派人告诉留守在京城的 大将使手信和王审奇 没多久这消息传遍了军营 将士们全起来了 大家闹闹哄哄哄的拥到赵矿印住的驿馆 一直等到天色发白 赵矿印隔夜喝了点酒睡得挺熟 一觉醒来 只听到外面一阵嘈杂的人声 接着有人打开房门 高声叫掌着说 请检点做皇帝 赵矿印赶紧起床 还没来得及说话 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 七手八脚的 踢在了赵矿印的身上 大伙会倒在地上 磕了几个头高呼万岁 接着又推又拉 把赵矿印扶上马 请他一起回京城 赵矿印骑在马上 才开口说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 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 将士们齐声回答 自然听陛下命令 赵矿印就发布命令 到了京城以后 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右主 不许侵犯朝廷大臣 不准抢掠国家仓库 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 否则就要言败 赵矿印本来就是进军的统帅 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 谁敢不听号令 将士们排好队伍开往京城 一路上军容整齐 秋毫无反 到了汴京又有十手信 王沈齐等人做内应 没费多大劲就拿下了京城 将领们把饭至王府 王府找来 赵矿印见了他们 装出为难的模样说 世宗带我恩义深重 现在我被将士们逼成这样 你们说怎么办 范至等不知该如何回答 有一个将领声色俱力地叫了起来 我们没有主人 大家今天大家一定要请 贬解当天子 范至王府吓得赶快下拜 周公帝让了位 赵矿印即位做了皇帝 国号叫宋 定都东京 也就是现在的开封 历史上称为北宋 赵矿印就是宋太祖 经过五十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 宣告结束 宋太祖做了皇帝 他的母亲当然成了太后 当大臣们向太后诸贺的时候 太后却皱起眉头 显出很忧愁的样子 等大臣退了朝 侍从们问太后说 皇上即位 您怎么还不快活呢 太后说 我听说做天子很不容易 能够把国家管理好 这个位子才是很尊贵的 要是管理不好 出了乱子 再想做一个老百姓 还做不成呢 太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宋太祖虽然急了位 但是全国还没有统一 别说周围还有一些 一个个的割据政权 就是原来后周统治的中原地区 也还有一些节度士 对宋太祖即位很不服气呢 悲酒士兵权 宋太祖即位以后不出半年 就有两个节度士 起兵反对宋朝 宋太祖亲自出征 费了很大的劲 才把他们平定 为了这件事 宋太祖心里总是不踏实 有一次 他单独找赵普谈话 问他说 自从唐朝末年以来 换了五个朝代 没完没了的打仗 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赵普说 道理很简单 国家混乱毛病 就出在翻阵权力太大 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 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 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的好 后来 赵普又对宋太祖说 进军大将使手信 王沈齐两个人兵权太大 还是把他们调离进军为好 宋太祖说 你放心 这两个人是我的好朋友 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 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 但是据我看 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 管不住下面的将士 有朝一日 下面的人闹起来 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 宋太祖悄悄自己的额角说 哦 亏得你提醒一下 过了几天 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 请使手信王沈齐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旬 宋太祖命令在旁 伺候的太监退出 他拿起一杯酒 先请大家干了杯 说 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 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 但是你们哪知道 做皇帝也有很大的难处 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 不瞒各位说 这一年来 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使手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 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 宋太祖说 这还不明白 皇帝这个位子 谁不眼红啊 使手信等听出话音来了 大家着了慌 跪在地上说 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 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呢 宋太祖摇摇头说 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 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 有人贪图富贵 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 你们想不干能行吗 使手信等听到这里 感到大祸临头 连连磕头 含着眼泪说 我们都是粗人 没想到这一点 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 我替你们着想 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 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关 买点田产房屋 给子孙留点家业 快快活活度个晚年 我和你们结为亲家 彼此毫无猜疑 不是更好吗 使手信等其声说 陛下给我们想的太周到了 酒席一散 大家各自回家 第二天上朝 每个人都递上了一份奏章 说自己年老多病 请求辞职 宋太祖 祖马上照准 收回他们的兵权 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 打发他们到各地 去做节度使 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 杯酒式兵权 式就是解除的意思 过了一段时间 又有一些节度使 到京城来朝见 宋太祖在御花园 举行宴会 太祖说 你们都是国家老臣 现在藩镇的事物 那么繁忙 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 我真过一步去 有个乖巧的节度使 马上接口说 我本来没有什么功劳 留在这个位子上 也不合适 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 也有个节度使 不知趣 唠唠叨叨的把自己的经历 夸说了一番 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 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 说 这都是陈年老丈 进提他干什么 第二天 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 全部解除了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 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 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 编成了禁军 由皇帝直接控制 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 通过这些措施 新建立的北宋王朝 开始稳定下来 李后祖王国 宋太祖稳定了内部 雄心勃勃 准备出兵统一全国 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留下来的北方有北汉 南方还有南唐 吴越 后蜀 南汉 南平等 要统一全国该从哪里下手呢 先打北汉 还是先打南方呢 宋太祖想了几天 还是决定不下来 一天夜里风雪交加 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 忽然听到门外一阵敲门声 赵普心里奇怪 这么寒冷的夜里还有谁会来找他呢 他打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 在雪地里站着 赵普叮睛一看 大吃一惊 原来来的竟是宋太祖 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 拨红了炭火 在炭火上炖上肉 叫他老七拿出酒来招待 赵普问 雪下的这么大 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 宋太祖说 我想起一件事 反正睡不着 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赵普想了一会儿 说 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 就会受到潦潮的威胁 还不如先削平南方 回过头来再打北方 小小北汉 不过像弹丸一样大 晚一点收拾也跑不了 宋太祖笑着说 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宋太祖和赵普决定 先南后北的计划以后 约莫花了十年时间 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 后蜀南汉 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 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 那里土地肥沃 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 所以经济繁荣 国力富裕 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 十分昏庸无能的人 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最后一个国主李玉 历史上称为南唐后主 是一个著名的词人 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 和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 北宋建国以后 李玉每年要向北宋进攻 大量的金银财宝 想维持他的地位 后来他看到宋太祖 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 才着慌起来 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 送取一封信 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 自己改称江南国主 但是这一点小小的让步 怎么能改变宋太祖 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公元974年9月 宋太祖派大将曹斌 潘美带领十万大军 分水路两路攻打南唐 曹斌从京南带领水军 沿江东下很快就占领了池州 进驻采石机 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 被辽阔的江面 藏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祭 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乘浮桥 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 潘美听了这个计策 马上赶造浮桥 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 南唐君臣正在喝酒 李后主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 大臣们说 自古以来没听说过搭浮桥过江的 一定办不成 后主听了 哈哈大笑说 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过了三天 宋军打好浮桥 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 跨过了长江 南唐的守将 拜的拜 投降的投降 十万宋军很快就打到了金陵的城边 那时候 李后主还正在宫里 跟一批和尚道士送经讲道 宋军到了城外 他还蒙在鼓里呢 有一天 他到城头上巡视 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的旗帜 这才大吃一惊 回宫以后 派大臣徐炫到东京去求和 徐炫见了唐太祖说 李玉带陛下就像儿子带父亲一样孝顺 为什么还要讨伐他呢 宋太祖反问说 那么你倒说说 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 徐炫没话说 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 过了一个月 过了一个月 宋军围城越来越紧 李后主又派徐炫到东京去 徐炫苦苦恳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 宋太祖听得不耐烦 一手按住利剑 怒气冲冲的说 你不要多说了 李玉并没有什么罪 但是现在天下一家 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 徐炫眼看 再恳求也没有用 只好再回到金陵 李后主听了回报 知道求和没有希望 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十五万大军来救 兵到碗口 受到宋军两路加工 南唐军放火烧宋军 哪知正碰到北风 佛反火反烧了自己 南唐军全军覆没 曹宾派人进城告诉李后主 劝他趁早投降 免得城里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毁变 后主还想拖下去 曹宾就下令攻城 第二天城被攻破了 曹宾率领宋军整队进城 秩序井南 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些柴草 准备放火自杀 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 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 向曹宾投降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 宋太祖对他还是比较优待 但是李后主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君 变成一个亡国的葫芦 心里十分心酸 每天流着眼泪过日子 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 在这段时期里 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就是他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非常感谢你又跟我读完了四章 在这四章里边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 赵邝映是如何黄桃佳慎的 是吗 好的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